上海的天气超级超级热 其实在上海的天气还是 还是很那个 对我们西方人来说 不是特别实际吗 感觉上海的天气 特别很热 杭州的天气还好 但是因为上海它在海边 所以这边的 地后 比较好吃 哇哦 这个声音我的天啊 好怕好怕 本来我一直拍着那个话筒 但是这次没在 所以 不好意思了 这个声音可能会比较小 没有这种声音还不说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看 最近感觉只要是我觉得上海的天气 对我的说起还可以 但是你在外面待久了就会 会不舒服 很容易中暑的 知道吗 然后我 其实我周月的时候在最近的平台上 画了这张照片嘛 然后那边说我地址几车大概有8公里 然后周月是5公里 呃 当天气的时候是白天 特别特别热 然后在晚餐 然后在上海的 嗯 这个在上海的马启城 也作为一段路 就这边走嘛 因为刚搬到上海 很多地方我们都去过 所以我觉得 一个人过去也可以 稍微 探索一下 看看周边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找到地方坐一下 我这边 坐路 别走 别说 有点 嗯 有点不方便嘛 还是对我这一段时间 我在家那个空想坏了 然后你们知道上海 或者是九江这一带 很多地方 下天的时候我们有空想 挺没法活 真的 嗯 所以当天晚上我回家 然后 然后那边的方总说 他们整个一层 空想坏了 就是一个同意的系统嘛 就像那个酒店里面的 所以当天晚上回来的时候 他们说 诶 确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可能 空想吃不了 因为我师傅说 他那个工厂 有一些配件 还没有汽过去嘛 所以没办法修 然后我当天晚上 因为没有办法嘛 然后 呃 房间里也没有什么 那种点山啊什么的 所以当时我晚上 呃 一个 APP上找我一家店 就是变了外卖 变了一个点山嘛 大概花了一百多块钱嘛 呃 所以当天晚上就买了一个点山嘛 放在房间里还好 呃 就有 有份吹的嘛 会比较轻松一些 然后 下一天他们就把那个空调修好了 呃 最短时间我还是 破的蛮 蛮好的 然后上海的天气 也会是热 但是 其实也会 要时间 出去外面走一走 一直行车 或者找一些 我在上海的朋友 出去玩 吃个饭 嗯 但是 这次还是以写作 规划为主 因为在家里 可能开始空调 比较舒服 你在外面 到了晚餐的时间 也不舒服嘛 会容易 那个增速的嘛 所以平时在家里 会写作 呃 昨天我也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 关于航天鞋 的一首诗 呃 有很多 生活朋友们 自信联系我说 他们没喜欢 这首诗 嗯 所以 这也是一种动力 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动力 我们可以继续写作 继续努力 呃 就是 用俄文 中文 英文 写作 给孙子朋友们 带来更多 优势的作品 呃 因为这个地方 是在 大海的 呃 呃 银行区 就是在 银行 银行区 银行区 这边的人 还是不是特别多 呃 大部分都是那种 公司 还有商务区 等等 它是蛮舒服的 因为我平时 就喜欢 平时 人 比较少的地方 可以上散步啊什么的 就是没有 没有人流 可以 静下 心情 写作什么的 还是蛮好的 呃 呃 今天就是还有 你的视频 叫三里 因为 我们到上海 还是需要 进行一些 和工作 呃 相关的 手续 就是 三里宣传什么的 那种 就是熟悉资料嘛 准备去文件啊 所以 就是这个那边还是比较忙 但我 其实特别像去海边 我之前也去过三亚 我觉得三亚的地区 超级超级好 因为 呃 我觉得上一次 呃 就是去三亚的时候是 17年 这个17年的时候 是真的 我的一个 因素一切的朋友已经去的 然后 因为当时17年的时候是夏天 然后 我们就叫是暑假了 这个我们当时最近七月份的时候去 七月份过去 我就想 我们还以为是会很热的 但没想到 杭州比三亚的天气还有 还有热 在杭州当时 好像是 41度 在三亚是30度 这个 这个温差还是蛮大的 哎 不过呢我觉得 等一下我稳定下来 再 再去 中国 别的地方旅游 然后去海边 听到 厦门 我都没去过 一定要去的 这些地方 我觉得 还是值得去 看看 就是做一个 寻找灵感的一个所在 那么 中国粉丝朋友们 今天 我 简单和大家聊了一下 我自己的 这场动态 那么 下一期为大家带来很多 有趣的内容 呃 准备了更多 有趣的话题 然后也给大家多多展示 自己的吃个做点 那么 中国粉丝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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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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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见